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一家 位于在高雄爱河旁边的烤生蚝店 老板每天从东港产地新鲜直送 这里的生蚝烤起来不但没有腥味 肉质更是肥美多汁 重点是一颗平均不到20块钱的价格 客人直呼说真的是物超所值 另外还有像巴掌大的巴西马蹄格 不仅肉质比一般更扎实更有绞劲 烧烤之后流出来汤汁超级的甘甜鲜美 你有吃过这么大的生蚝吗 跟脸一样大 没有吧 来我们家吃 绝对让你物超所值 炒到汤汁不动嗶嗶嗶嗶冒冒出来的生蚝 一扒开坚硬的盔甲 里头肥美的肉呈现完美的水滴状 因为鲜美甘甜 不需要这样的鲜酱 胆汁就很够味 让客人挡不住的一口接一口 重点是一整盘七大顆只要120元 CP值超级高 它的味道鲜甜然后又美味 它刚进入口中那个感觉就是干干的 不会说这样刷刷像有些就是海产店 他们的那个生蚝就是会这样刷刷刷 然后吃起来就是会涩涩的感觉 这家位在高雄和鲜山市外 与鲜山酱店 你们暗默旁边 越变越美丽的风景 伴着现烤的山蒙海鲜 就是在地人数次大不只推荐的 先鲜鱼汤 原汽招牌的烤鲜豪老板自财自销 每天从东南跨鹏湾 新鲜现彩产品直送 外面一颗不是八九十元起跳 这里一颗不到二十元就吃得到 像我们家的生蚝呢 都是我们老板当天 每天早上下去 台湾的要用鲤的 因为半野生是用鲤的 内行的一斤就斤得出来 那如果是像壳白鲜 那是撒饰料那种 那个呢就不一样差别性很大 所以我们的生蚝第一个一定是新鲜 每天都会进货 老板每天都会下海去 离上海 如果比较深 它的味道会觉得 就像一般的像蚝啊 比较没有那么熟的味道 对 那如果是像七分熟 刚刚有提到就像牛奶香的味道 那如果是九分熟 不明思逸 再更高熟度一点的话 闻起来就是有点焦味 有点焦焦的味道 炒到美的冒泡的生蚝 光看就勾人食欲 拔开外壳 浓郁的海味立刻飘出 里头的肉坚勻之后 肉质更是鲜美甘甜 除了可以单身原味 一点柠檬汁更能带出生蚝的鲜甜 味道不错 然后它烤的熟度也刚好 它可以依你的喜好要求 也有人点过三分熟的 味道非常的错 你一层不错 你给它很多两个 值得我们从台南南这样下来 满平价的 怎么说呢 就这么多这样子才120 对 那外面的话 可能夜市卖的新鲜度不够 然后一点点也就100块 另外每一位馅料团 就是这个从巴西来的马提根 巨大的尺寸 跟一般的蛤蟆摆在一起 仿佛是爸爸牵着小孩一般 我摆用巴西品种 它目前就是养殖的 一般没有野生的 野生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大颗 就是我们很建议 因为它很大颗 很多客人都会拿刀子 然后在那边切 其实我们不建议这种吃法 我们建议你就直接拿起来 一整颗就这样直接吃下去 是采用最豪迈的方法吃它 可以吃到它整个 在你嘴里 然后整个蛤蟆汤爆开 那种感觉 是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很鲜美 烤到开口笑的马提根 里头的肉超级肥美 而且又大车 豪迈的一口放进嘴里 扎实Q弹有咬劲 还有半买半香送 边烤边流出来的蛤蜊汤 香气浓郁 味道超鲜甜 非常的Q 非常有嚼劲 像一般的阿嬷的话 大概其实 我们在吃几口 大概就在咬碎 刚才那个 真的要咬很久 真的很 有点像象牙棒的感觉 那个就是很Q的感觉 点波率超高的 还有特选东石白虾 做成了胡椒虾 加入十几种中药材 以及胡椒粉 闷烧到全身红红红红 一锅开虾头 胡椒的香气力就串出 鲜脆Q弹的虾肉 还带有胡椒香辣的口感 除了海鲜外 贴到饭店里的高辣菜 烤炒鸡 吃地吃美味 外皮炒到焦酥的鸡胸肉 吸附法式酱汁的香气 鸡香肉脆 鸡腿肉更是Q弹带有咬劲 整只拿起来可超级过瘾 虽然店面大也没有华丽的装潢 但靠着新鲜的食材 精准的火候享用 让客人用评价消费 就能拥有 心机的享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